孔泽彤悠悠地说道 黑白混血的漂亮女人 用她们的鲜鲜细手 把烟叶撕成几毫米的碎片 在她们漂亮的大腿上 才能卷出味道最好的雪茄 孔天尹也接过这个话题 饶有兴致地说 五十年代 卡斯特罗当了古巴总统 就搞了社会主义社会 全国就开展了聚烟运动 雪茄被打入冷宫 现在呢 卡斯特罗抽雪茄 领导也抽雪茄 商人也抽雪茄了 孔天尹说出了一大堆话 不像他平日谈生意那样 简洁有力 可能是因为他们很长时间 也没有这样闲聊淡扯的聊天了 老干部都喜欢吐痰 不抽雪茄怎么行呢 好雪茄抽了 能止咳轻痰 长溪雪茄的人都不会随地吐痰的 根本没有痰兔嘛 所以秋吉尔说 古巴常在我唇间 孔泽童说完这句话 就不禁笑了起来 然后 孔泽童转过身 走到圆桌旁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又拿起一杯 漆好的绿茶 喝了几口 孔天吟也走过来 在孔泽童 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了 然后 孔泽童又兴致盎然的 跟他讲全世界的名人 都怎么抽雪茄 英国首相秋吉尔 不抽雪茄 二战胜利就得拖延 法兰西大帝拿破仑 少了雪茄烟 就打不了胜仗 美国总统格兰特 是个大烟囱 每天要抽二十多根雪茄 古巴将军切格瓦拉 抽雪茄抽成了肺病 嘴里还顽固地 叼着近半米长的雪茄 牛顿看到苹果 落地 如果不抽雪茄 也不会有伟大发现 英国的达尔文 不抽雪茄烟 就写不出进化论 爱因斯坦 不抽雪茄烟 就搞不出相对论 巴赫贝多芬 都得靠雪茄烟 创作伟大的音乐 聊完了雪茄烟 他们就安静下来了 两个人就喝着茶 抽着雪茄烟 半躺在沙发上沉重地思索着 盘算着该怎么谈谈那个尴尬的分家的话题 这还牵扯到一大笔财产呢 孔天隐还是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摊了摊双手说 你是决定要离开吗 说实在的 我可不愿意离开天通 我们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嘛 孔泽童还是在使劲地抽着那根雪茄烟 表情看上去那么严肃 这也表明他说的话都是认真的 这也表明他说的话都是认真的 自由和民主 自由和民主 你可别笑话我 孔天隐嘴上这么说着心里还是有些疑虑 坦白的说 孔天隐并不想让孔泽童离开天通 因为他觉得孔泽童是个出色的商人 而且现在他还是很需要这样的伙伴 帮助他把生意做得更大一些 把堡垒做得更稳固一些 另外 孔天隐仍然在不停地猜想 孔泽童为什么那么坚决地放弃做生意 为什么偏偏突然要去搞什么理论研究 孔天隐对这些理论研究的事业 可是丝毫不感兴趣 除了生意 他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只有在生意场上 他才觉得自己是个有种的男子汉 孔天隐又接着劝说孔泽童了 他必须耐心地劝说他 这样一来 他至少可以确认孔泽童是不是真心想离开天通 也可以顺便探一探孔泽童的真实想法 也许孔泽童确实是有一些苦衷呢 也许孔泽童是憋着一些其他的想法呢 于是孔天隐还是不厌其烦地劝说道 你是一个出色的商人 我们是很好的生意伙伴 我们也都是那种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都是坦诚相待呀 你要是有什么伟大的抱负难以实现 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地商量吗 孔泽童连忙放下了雪茄烟 连连地摇着头说道 不不不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真的很满足了 我们一起做生意 又一起赚钱 这一点很重要 我得感谢 要是没有这些钱 我也不敢到美国去搞研究的 孔泽童说了一番客套话 而且听上去却是那么真诚 孔泽童就这么随意地 自然地把钱的事情说了出来 一点也不显得牵强 反正大家都要散伙了 财产也要说得清清楚楚 毕竟都是商人了 孔天尹还是一动不动地半躺在沙发上 右手开始不停地摸缩着左手中指上的指环 他轻微地皱着眉头 好像是真的有些左右为难 而且有些拿不定主意了 他得认真的思索一下 脑袋里就像有一台小马达一样 快速地搅动着他的脑汁 说实在的 财产分配根本不是一件头疼的事情 那种事情他处理得多了 而且他绝对会像普鲁士军队分割面包一样 公平地合情合理地分割他们的利益 让孔天尹头疼的事情仍然是孔则同要离开他 而且在大生意还没有做完的时候离开他 就像希腊国王决定要征战特洛伊城了 阿卡留斯却要离开了一样 但是孔天尹向来都不喜欢抢求别人 向来都懂得尊重别人的想法 既然孔则同决定要散伙 一意孤行地要去搞无聊的研究 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既然是这样 那么好吧 我尊重你的意见 我为我们的友谊感到幸福 自从他们合作做生意以来 这可是孔天尹第一次用友谊这个词来评价他们之间的关系 以前他只是把孔则同称作亲密的老伙伴 不管怎么样 孔天尹接受了孔则同分家的提议 并且把不愿再做生意的孔则同称作朋友 然后他们就结束了生意的合作关系 像幼年时候那样开始一段伟大的友谊 谈判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尴尬 而且他们会公允地分配财富 然后就可以像幼年时那样做一对好朋友 这是多么简单轻松的事情啊 结束了这场谈判 两个人就踏踏实实地下了一盘象棋 他们好久都没有这样下棋了 丝毫也没有顾虑 丝毫也没有戒备 半个小时以后 孔则同很顺利地就赢了这一盘棋 不禁轻笑着摇头叹息了 也是难怪 祈告也真像在捉弄人一样 以前他可是经常输给孔天尹的 这么想着孔则同就看一看道 想要出局了 却偏要我赢 像是诱惑一样 真算我的手气背了 孔天尹也摇了摇头笑着说 商人才论输赢的 以后你算解脱了 接下来两人就约定了 说分家以后每逢见面就要下几盘象棋 而且不管输赢只论开心 然后他们继续抽雪加烟喝上好的中国绿茶 那是用八十度热水在纯纯的白瓷湖里 慢慢漆出的纯香浓郁的脆芽 他们就轻松的谈论着往事 窗外早已是夜深人静了 狂风仍是夹杂着浮躁的雪花 漫天飘飞 像是冬天的狂欢夜 虽然已经是秋天了 亚热带大陆性气候 还是让洛杉矶显得有些干热 但是清晨的阳光也算是可爱温暖了 山脚下的小镇远郊的别墅 宁静的沐浴在早晨的阳光里 小花园里仍有一些花草 散发着浓郁的清香 微风拂过 浓香沁人心体 灵河轻轻地拉上了 宽宽的纯白色大窗帘 一大片和煦的阳光 就缓缓地退出了大客厅 他已经收拾好了简单的行李 他还是穿着紫黑色的中式绸缎上衣 和宽松修长的褐色裤子 显得优雅安静 可不像许多中年女人那样 毫不顾忌风采了 他马上就要开着白色的小轿车出发了 每年秋天 他都要去洛杉矶西南部的一个小镇上 度假休闲 灵河在洛杉矶的小镇上 已经生活了近二十年 岁月已经让他成为中年女人了 他在七十年代 就从北城来到了这个美国第二大都市 现在 灵河也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众多城镇极其分散的城市 先后被西班牙和墨西哥霸占过 又在美国西部大开发大兴铁路以后 快速发展起来 巴拿马运河的通行和好莱坞电影业的崛起 又让这个三面环山一面靠海的城市 成为美国的明星城市 如今洛杉矶不仅拥有发达的电影工厂 还拥有军用战斗机的制造重力 林河开着车子绕过那条伊山傍海的高速公路 他摇下车窗 让湿湿的海风吹在脸上 车里放着舒缓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爵士乐 声音很低 很柔和 平淡的生活早就让林河的心态变得非常平静 林河了 他每年都会去那个海边小镇休息几天 十几年来都是这样 而且 他总是住在那个前面临着大海 后面傍着一片树林的旅馆里 林河初次住进那家旅馆 还是和他已经去世的丈夫一起 虽然他的丈夫心如止水 但是当他看到那片树林时 思绪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回到中国 飞回到宁夏贺兰山区的林场 然后 他就深深的怀念和恐天影之心 短短的岁月 他已经不会再为那段岁月心痛或者伤感了 只是忧怨的遗憾和长长的思念罢了 谁不知道呢 女人的一生只能承载一段最伟大的爱情 那一段伟大的爱情才是心里盛开的花朵 其他的情感就只能是四散飘零的绿叶了 和恐天影相处的短暂岁月 就是林河心里最伟大的爱情了 这天傍晚 他又坐到了旅馆小厅堂里的咖啡巴里 坐在那架斯坦威手工制作的钢琴前面 每当坐在这里 眺望着宽阔的大海和成片的树林 林河就会自然地想起恐天影 虽然他们十多年来从未有过任何通信 这种长相思念也让他感到幸福 简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精神安慰了 林河也非常喜欢眼前的这架斯坦威钢琴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手工制作的钢琴了 斯坦威最初是个德国木匠 19世纪中期在自家厨房里做出了第一架钢琴 后来他移民美国创建了斯坦威公司 并且发誓做出全世界最好的钢琴 现在林河就要用这架钢琴弹奏那首阳光下的白荷花 西洋从海面上反射过来的霞光 穿透玻璃窗户和薄薄的白沙布曼 柔和地照耀在钢琴上 也照耀在他的脸上 厅堂里的角落里散坐着一些羞气的客人 客人们都没有说话 安静地等着享受美妙的乐曲 林河修长的手指在洁白的象牙琴剑和黑亮的非洲乌木琴剑上灵活地跳动着 空灵柔和的音乐在小厅堂里飘逸环绕 每年林河来到这家小旅馆的时候 都会抽个时间坐在小厅堂里弹奏这支曲子 而且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支曲子 更没有人知道这支曲子是谁创作的 为谁创作的 以及为什么事情创作的 林河每次弹奏这支曲子时 听堂里都是静悄悄的 无论有多少客人 也无论客人们都来自哪里 大家都认真的聆听音乐 并且为他轻声鼓掌 久而久之 林河还有这支钢琴曲 阳光下的白荷花 已经是小旅馆的经典家话了 常客们都熟悉了这个漂亮的东方女人 和那首动听的钢琴曲 曲子弹奏完了 小厅堂里瞬间沉寂了一会儿 客人们似乎还沉浸在音乐里 然后就是一阵友好的掌声 林河含蓄的朝客人们微笑着 点了脸头表示谢意 这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充满激情的 意大利老头走过来了 老头就是这家旅馆的老板 十九世纪末期 他的家族随着意大利向美国移民大潮 带着伟大梦想偷渡到了美国 幻想过上那种少休息多挣钱的生活 就是这个意大利移民的后裔又要找林河谈谈一笔小生意了 他很欣赏林河弹奏的阳光下的白荷花 十年前就喜欢上了 因此他一直都想把这支曲子买下来 让他作为旅馆的电曲 他们围绕这笔小生意已经谈判了十多年了 比阿拉法特与以色列的谈判差不了多少 但是无论意大利老头多么的诚恳 出价多么高 林河就是不愿意卖那支曲子 也从来不坦诚任何理由 他们就这样 你来我往的谈判了一年又一年 老头可是像纳布勒斯战士那样意志坚定 林河只要来旅馆弹奏曲子 他就肯定找他谈谈 真是棒极了尊贵的女士 我得请你吃顿饭了 您可别拒绝呀 别伤了我这个老头的心哪 意大利老头一边说着话 左手就放到了胸前 右手优雅的划了个圈 摆出了邀请的姿势来 老头穿着牛仔布花格衬衫 脖子上系着一条细细的 威尼斯玻璃石项链 洒着安迪威奥的香水 神态优雅极了 林河当然没有拒绝老头的邀请 除了因为他是旅馆的常客之外 他们可算是老朋友了 每年一轮的小生意谈判 也早就让他们成为老友了 林河谦和的笑着 随着老头走到靠近窗户的角落里 坐了下来 老头亲自把窗帘布漫拉开 让夕阳放肆的洒进来 霞光立刻淹没了铺着大红色桌布的餐桌 坐下来以后 老头并没有迫不及待的去谈生意 看着服务生把地道的意大利比萨饼端上来了 他就热情高昂的 谈起了让意大利人引以为豪的比萨饼 知道这味道鲜美的食物到底是怎么来的吗 古代意大利人把吃剩下的面包放到了石板上进行烧烤 烧成了大圆饼 这就是最原始的比萨饼了 老头用亮亮的骨锈钢参叉切出小块比萨饼放到了嘴里 神色得意的大口咀嚼着 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拿破仑的军队征战欧洲时 就把吃剩下的面包集中在一起 做成超大的比萨饼 结果比萨饼很快就在欧洲流行起来 灵和一直安静的听着 神态平和的望着眉飞色舞的老头 心里想 意大利人可真是热情澎湃啊 灵和向来都不喜欢说话 而是喜欢耐心的倾听 所有热爱夸夸其谈的人 可是都喜欢他这样的人 老头爽朗的笑起来 又接着说 你知道军队是最贪吃的了 而战时美国军队在意大利吃了比萨饼 总是念念不忘 战争结束后 他们回到美国 就仿造意大利比萨饼 到处都可以吃到了 但是都比不上意大利的地道 啰嗦了这么多插曲 老头还是忍耐不住的 要谈谈那笔小生意了 他轻轻地放下刀叉 随意地朝窗户外面望了望 像个天主教徒那样 虔诚地望着灵和说 我喜欢斯坦威 他设计了世界上最棒的钢琴 而不是克劳斯芬娜 虽然他们都是德国佬 但是斯坦威后来是美国移民了 就像我一样有眼光 不过钢琴可是意大利人发明的 所以意大利人喜欢听钢琴曲 老头一边说 一边望着灵和的脸 也许他故意想看看他的表情变化 判断一下这次生意谈判 能不能谈成 然后他又用略带讨好的口吻 继续说道 这么好的钢琴只能配上您 优美的乐曲了 这架钢琴专门在汉岛工厂里制造的 你知道钢琴的发音与木头的纹理方向 有直接关系 音版的纹理要拼接的严丝合缝 每一块材料都是精心挑选的 我坚持要用象牙做白剑 用非洲窝木做黑剑 木材都要干燥三年才能用呢 可不会留下一点汉字的 他们想用化学材料做琴剑 说是保护野生动物 那怎么可以呢 林河微笑着望着老头 用湿纸巾轻轻的擦了擦手 他已经用完了餐 也不能总是听着老头说话 而不做任何评价吧 这样可是对老朋友不够尊重啊 老头再一次拐弯抹角的 把买曲子的意图表达了出来 但是他怎么可能把曲子卖掉呢 这可不是一支普通的钢琴曲 而是他最伟大爱情的符号 也许是他的生命 当然了 他不可能告诉任何人这些隐私 他喝了一口鲜榨的果蔬汁 然后礼貌的说道 意大利人撒拧了钢琴 文艺复兴以后 意大利人就插上了创造力的翅膀 我当然也很喜欢你们民族的文化 但是 林河还没有说完 老头就把话揭了过去 因为他实在是担心林河又说出拒绝的话来 他可是已经被拒绝了无数次了 他态度坦诚的说 我 不对不对 应该是我们和他们都太喜欢那支曲子了 都想经常听到它 可不想每年听上你一次 如果是价格问题 您可别客气呀 无论怎样 我都想把它买下来 在意大利老头看来 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能当作商品 都能标出个价码来 美国资本家们教会了他这些观念 奉劝意大利人把伟大的文艺复兴传下的宝贝都卖掉 美国最富裕的年轻商人是靠最流行的软件发家的 他耗费三千万美元买下了达芬奇探讨地球水和生物关系的奇书 总之 有什么东西不能卖呢 良心和爱情都能当作商品卖掉 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卖掉呢 林和真是越来越难以面对这样尴尬的谈判了 老头总是弃而不舍地谈了又谈 即使是美丽坚珍的姑娘 也早就把衣服脱得光光的了 但是林和肯定不答应卖掉这支曲子 这不像意大利老头想象的那样是因为价格问题 但是他该怎么解释呢 他们总不能伤了和气吧 他也总不能以后就不住这家旅馆了吧 那样做也太小气了 我真是太感谢您能欣赏这支曲子 但是我得向您说抱歉 真诚的抱歉 我实在不能把曲子卖掉 我可以演奏它也可以常常来旅馆演奏它 就是不能卖掉 谈判又在东方式的沉默和意大利式的微笑中结束了 林和还是不能答应卖掉曲子 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买得起这支曲子 那就是孔天尹一个纯粹至极的中国商人 意大利老头可得再等上一年半载了 但是他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早晚能买下这支曲子 他始终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谈不成的生意 我可以演奏地认为自己的一支